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沟通能力强强在哪强在说你只是可以把自己想表达观点表达明白表达OK 还是说我可以用我真实这种感感受去打动那个对方那个人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跨度问题呢一个熟了这个方面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说在大学学的是一种塑造塑造的这种性格 就是说我要在大学里可能大家也是在大学中参加许多的活动 那可能在我从这样一路走来 可能是在初中小学或者高中期间 大家可能更重视的是这种这种学习具体东西能力 而大学呢是考虑你的社交 不是考虑你的相关这些方面 包括应变能力这些也好 我觉得这些是在这方面是有所提升的 然后其次具体针对具体专业的话 首先我是因为我也是学经济学 然后现在是做HR 而且实际上是在我没有BDA来到58的时候 实际上是给我们做偏向市场方向的 所以说这个跨度更大 等于说在我大学是一个专业 那我来到58实际是一个专业 实际我毕业之后又是一个专业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是有这样一个跨度才有挑战 有挑战的话就可能在挑战中带来一些机会 然后顺着来说一下第二话题 第二话题就是我怎么能判断 我是不是适合这样一个工作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就是说 没有人说我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 没有人说我在我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 我就一定知道我这个事情的结果是怎样的 而是说包括举些具体的例子 那比如说有些人会说 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大家觉得说你做十件七十分的事情 和做三件一百分的事情 那领导会觉得更偏向于你做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呢 就你们觉得哪一种在领导心目中印象是更好一些的呢 后一种就是三件一百分的事情对吧 对是这样的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大家都比我领悟要深了 在我之前会觉得我拼命做实验 做做一件拼命去多做事情 尽可能让领导知道 哎这件事情我能做我能行 甚至说不管他留下什么工作 我都能多多少少去把它去把它做一些 我会觉得领导会会认为这样的话 我就是懂得也比较多 然后知道也比较全面 可能相对更好一些 但实际工作之后发现实际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真正人才是什么 是说你做一件事情成了 你做一件事情又成了 就是在你不断去做这种事情 让领导都觉得你是非常非常的 他是靠谱的时候 他才会给你更多的机会 去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说 包括我现在具体再具体 结合下我现在的工作 我现在是给我们这个副总裁做助理 那实际上我个人是怎么认为 怎么认为就是怎么才能做好助理这个工作呢 他一定是从高级秘书转过来的 就很多人会觉得 助理是不是就是秘书工作 就是说我给领导端茶倒水 我给领导去 去比如说会议来了 有去做一些接待工作 实际上我觉得这只是说你成为助理的一个阶段而已 那实际上 首先你要把那些最基本的工作做好的是肯定的 其次在你做好那些基础工作中的话 真正的助理是什么 是说我可以 比如说 再简单点 再具体点说 就是说领导开始的时候 可能说 胡迪我需要做这样一个文件 那可能我需要一二三四这样五个思路 五个思路下面可能具体需要到一二三这三个点 那好你可以根据我思路去帮我去完成这样一个东西 最开始可能是这样的 领导会说的非常非常细 到后来你不断的随着跟你的领导去接触 不断的摸索他的这种想法跟思维 你去试着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这个全局这种事情 你会发现在这一点一滴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自己实际可以越做越好 到现在可能说 我们的阿瑟会说 说胡迪我需要做这样一个事情 大概呢我是有三个点 然后你看有没有需要扩展呢 是这样 就是说还是回到刚刚那个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没有人会觉得我上来就很一定能做好什么工作 但这个工作实际上一定是在你不断去做的过程中 越来越去发掘去积累 对要积累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我每天都在做重复的工作 那你在重复的工作中有没有去进行一些提炼 进行一些总结 让我下次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比这次做的更好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必要的一种 所以说当这一切你都做下来的时候 会发现 胜不胜的话自己已经其实很清楚了 其实的话我个人觉得 学经济跟HR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HR是有六大板块 那在涉及到一些 比如说具体的薪酬绩效方面 会运用到一些的 比如说简单的知识 但是比如说 类似政态分布那些 但可能我会正常认为 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还是 跟实际的我们这个专业相应用的 可能是比较稍浅一些 但会需要到运用到一些经济的理论的知识 但当然了 还是刚刚浩之说那句话 就说你把这些方面在大学中学得非常好的话 那你在工作中肯定是有非常大的优势 但是我觉得 这并不一定完全是一个决定因素 可能在不同的工作 就是一个公司不同的工作 它对于专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无敌是HR 我们三个都是产品 可能像这两种工作 他们对于一个人综合素质的考量会比较多 就是说他更像一个横一一字型的人才 但是有一些工作 比如说像研发RD 他们可能就是真的就需要专才 他们就需要 的确需要在计算机在代码上 他们要很下功夫 甚至于只在一种代码上去下功夫 所以这两种工作肯定是不一样的 然后只就我比较了解的 比如说产品那方面来说 就我是学工科的 说工科到底是 对于产品到底有没有用 肯定是有用 因为产品中 你在去推敲很多产品细节的时候 你需要一种精神 就是所谓的工匠精神 不仅仅是魅族的慌张才有这种精神 所有做产品 就是每一个细节去怎么着精雕细作 这些实际上都是 工科能够培养出来的 一种比较踏实的 一种比较细致的思维方式 而这种思维方式 其实要比你的课本中的任何一个公式 你的课本中的任何一个理论都重要 因为其实大家可能毕业两年之后就会发现 我之前学的很多公式 什么化工原理都N长那么长的公式 我考完试就忘了 毕业之后连名字都忘了 所以其实如果说大家要是 还是自己去感触吧 就是在大家不断工作的过程中 有很多自己大学学过的东西 自己就会挑出来的 大家不用现在去发愁这件事情 我先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吧 就是说在我没进入这个行业之前 我怎么判断自己胜任这个问题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因为你没有去真正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永远不能对这个结果进行保票 那我的想法是说 你首先要做一下基础的了解 就是说这个行业干什么的 这个职位是做什么的 认知要求什么之类的 如果它在当下有足够的乐趣 有足够的兴趣让你去尝试的话 我觉得你就可以去了 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心里是开心的 你觉得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你愿意为了这件事而努力 那你就可以去做 如果说你在真正进入了之后 发现这个岗位不是你原来想的那样子 可以转行没有关系的 毕竟我们还都年轻 我们有试错的机会 但是说你不可能再没 就是就无论我们怎么样 跟你们进行深入的分享 你永远不可能就是了解 这个产品这个职位 每天真正的一些苦啊累啊 或者说你可能会有一些 别人觉得稀松平常的事情 在你看来是忍受不了的 那么如果有这种问题的存在的话 你也是做不好这份工作的 所以我的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说 只要它现在足够的吸 你愿意去做它 你就可以去做 胜不胜任没问题的 可以后期的努力 然后再说我之前的积累 对于我现在这份工作 有什么具体的东西 我就说一个比较基础的吧 比如说我是一个 我虽然是理科生 但我数学一直特别的不好 在我高中大学 我一直觉得数学是一个非常没有用的学科 我也不想去学它 我觉得将来你看有电脑计算机 各种可视化的这种东西 会帮你处理那些数据 但是做了产品之后 你发现你原来觉得产品是感性的思维去设计的 但是你发现你需要一些大数据去支持你的论点 你需要前面去调研 后面去分析 这个时候你无论如何都要去跟数字打交道 你可以当你最开始可能用一些Excel表 就能满足你的数据处理需求 但是当你需要处理的数据已经达到了160万的时候 一个Excel表一个Shift的文档里面 其实根本处理不了了 它最多只能是100多万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哎呀如果我当时把那些数据开发的东西学了该多好 就认真的去学了多好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原来的那些东西会很好 然后包括我大学的时候最开始搭讪的时候 并不觉得自己会想做个产品 我其实挺想做UI设计的 我觉得每天处理一些图片都很好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学了一些PS 一些简单的图形处理的工作工具 然后但是其实事实上最后做了产品 然后做产品的时候你发现 哦原来做圆形 很多人可能会卡在这个圆形输出的这个问题上 可能做出来的界面不好看 做出来的东西 嗯想法是好的 但展示出来的不好看 那么这时候我原来的那些积累是都可以用到的 这些都是很细节的 再一个就比如说 哦我是一个工科生 那么产品可能大家还是觉得偏偏就是感性跟理性都要具备的那么一个 那么如果你之前有四年的这种工科的思想的话 你设计出来的东西既有创新点 你也会更逻辑化更强一点 它的它的迭代的这个思路 你将来的这个开发的这个进程都会去想的很清楚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需求可能会更更落地更可容易实现 这是我的答案谢谢 然后最后我再说一说就是刚才那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嗯就是专业上的嘛 其实我是广告学专业 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个专业特别有意思 是属于文理兼报 文科生理科生都可以 然后其实我是一个 我认为我是一个文科生加商科生 因为我大学学的专业主攻三个方向 每一个都是重点 一个是广告策划 主要策划方面 这个其实对我现在就是非常有帮助的 整个我的逻辑思维 这个策划之中 就最重要的核心的思想 就是定位啊 怎么怎么样 这个是我当时都有去做 而且是为实践非常多 再有就是广告设计 在设计这一块 我大学学的是PS抠照 还有3D Max这些都有学 所以浩子也知道 我们部门设计的时候 我总是属于强迫症的一种 就是无论是UI设计出来的 还是我自己设计原型图 我都希望能达到一种视觉上的一种完美 这可能也是有我专业上的一些因素在 然后再有就是我还学了就是广告文案 文案上面其实现在也是可以用到的 其实说把这几个 说能用到就能用到 说用不到也用不到 各个专业 你们就会发现 就是你们在大学里学的真正的 不仅仅是知识 而更重要的是 你在学知识过程中 你培养出来的习惯 就是你的那种态度 你的那种精神 像浩子是工科生 他有一种工教精神 那我是属于一种 我属于商科生 我就觉得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的目的性很强 我知道我做这个产品 我到底是为了谁 我到底要达成什么目的 我的公司目的是什么 我的用户目的是什么 市场目的是什么 所以说大家学的任何的学科 你会发现都可以运用到工作中 谁也跑不了 都特别有意思 就没有一个人学的东西是白学的 所以说我认为就是 包括你同学是政治方面 或者是学过英文的 你会发现以后 如果说你要做产品的话 你的英文要是特别强的话 其实你会浏览各种国外的网站 完全不吃力 像我们如果说英文不好的话 在看国外网站的时候 我们可能理解不到精神 所以说你方方面面都可以去用到 就是我觉得专业上 大家一点都不用去担心 你在所有就是 就是我们产品上 可能会用到的工具 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方法 我们有产品设计学院 产品技术学院 那个学院会经常教大家 很多很多这种的应用 就所以说你在后天里都可以去学 而你在就是在大学里培养的一些习惯 也正好可以运用过来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设计一个产品 就我可能会感性思维和商科思维 可能会很多 所以说我设计出来的 就我比较适合做用户产品 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 他就知道这个东西 我该怎么赚钱 因为他可能是学经济学的 对吧 他或者是他大学的时候 他对这方面就感兴趣 所以说他可能就是在做精准 推广 他在做那些东西 就是公司也会根据你的特点 你大学学的专业 还有你这个人表现出来的特质 和你的性格 去给你安排 去给你对话或是做 就觉得你可以往哪方面发展 就一定要相信我们公司老大 和各个公司老大 其实都是这样的 他们越人无数 还知道你的强项在哪里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就怎么样知道自己适不适合 其实我觉得这个包括两方面 一个是踏入大学 踏出大学之前 你在学校里 你很想知道 你在选择吗 你想知道我到底 应不应该做这一行 可能我现在觉得产品很有意思 但我不知道我是不适合 这是之前的 之后的 其实就像名言和浩子所说的 你在工作中 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胜任 这个事情已经来了 那我觉得之前 其实我也跟我大学的学妹 分享过很多 就比如说我自己 我在来之前 我是透透彻彻的 就是把自己扒了个底朝天 我看看我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我到底我的优点在哪 我的缺点在哪 然后我就发现我的优点 就是我性格特别的热情 我特别特别的感性 我特别的关注每一个个体 这是我的一个特点 甚至说我可能走走路 我可能看见一个人 我观察到他的细节 我可能就哭了 我有的时候可能会这样 就特别的感性 然后现在也是 现在我就对待我的用户 我坚决捍卫他们的利益 就是我也是把这个带到工作中 然后我的缺点可能是说 就是就比如说 我不善于就是应酬 就是在跟大家就是 比如说谈事情的时候 可能会有的时候 比较情绪化 比较就是不太会 就是那种吧 然后当时老师都说 你应该去做销售管培 因为你学的商科 而且你的经验 你就是应该去做这一口 他们都是建议我去做这个 而且我当时面试了 四家销售管培 都已经达到了over 但最后我发现 我就是 其实我不太喜欢 不断不断在前面去表现 去说 而我更喜欢去思考 这个东西 我怎么样能让它的 就是达到一个 更好的一个水准 就是我怎么样能 就是让别人能够 每一个人都更开心 就是 而且我不善于应酬 白喝酒 这都是我的缺点 对吧 所以我分析出来之后 把自己定位出来了 原来我是这么一个模型 所以大家要把自己定位的 非常清楚 你要把自己特别透彻的 就是拨开来看 最后我就发现 其实我比较适合这种 没有一个非常强的 界定的约束 然后大家也都是比较热情 比较凭实力 比较凭能力的这种工作 所以在互联网 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行业 它不拼跌 就是你真的是 你自己是什么样子 全凭你自己的实力 和你自己的勤奋 再包括一些后天的机会 这样的话 你一定会达到很优秀 所以说如果你 发现你是这种人 你进入到公司了 那我相信你一定会 就干得很开心 那你之中在工作之中 又怎么去胜任 只有这个我觉得 也像明言说的吧 就是 其实就是一种假设 大家说你能 其实你就能 你说你不能 那肯定有你不能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 只要你勤奋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努力 努力了之后 然后你会发现 很多东西自然而然 它就来了 来了之后 如果说这个东西 它结果很好 那证明你努力到位了 如果不好的话 证明努力就没有到位 有的时候拼一些机会 机会是什么呢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机会 但可能你就会错过它 就比如说你现在 手里忙这三个项目 已经是一个满负荷的状态 这个时候如果说 老大找到你说 你现在有个什么什么工作 其实我认为你比较适合 就你要不要做 很多时候可能有的人就说 哎呀我现在已经有三个项目了 在并行 其实比较辛苦的 可能就是够像能够兼顾到这个 但实际上这个项目可能是 完完之前可以发挥出你的潜力 或者是说能给你更大的一个机遇 能让你在公司 可能是有更大的影响力 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是因为 这种因素他就错过了 但实际上如果你上级 让你去做这个事情 他一定是觉得你OK 就是你还有空间 他给了你一个机会 所以说把握机会这个事情 也是在职场里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我相信你在座的 在座各位的资质 如果说你喜欢 或者说你有这个passion 然后你是个足够勤奋的人 你剖析一下自己的性格 到底适不适合 然后不用管你的专业 那你就可以来 大家大学在做简历的时候 包括我们现在去看到 我们的校招生简历 发现有些简历非常厚 有的我们同学可能做到十几页 包括一些图文并茂 把奖状他们都贴上去 有些同学的简历 可能就有一两页 非常简单 实际上从这个 首先从这个简历 这个复杂成本来说 实际上我们这个是 并不是非常关注的 那真正的话 我们拿到一个简历最少 首先要看的就是第一个 比如说包括现在58市会去看 比如你的学校是什么 因为怎么说呢 在 这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项 首先会看你的学校是什么 你的专业是什么 因为你可能说 比如说包括大家 可能我们好知这些 可能因为通过后期的面试 我会觉得它非常适合 但是在我们这个HR 去初步去看这个简历 实际上 简历的时候呢 还是比较关注 首先你的专业 你的学校 其次就是我们会看 你的这种社会实践的经历 就是说有些学生说 我成绩特别好 但我在学校里 光学习了 我不怎么跟人沟通 我不怎么参加活动 那实际上我们是 在这方面谁需要看 就是说你还没有进入这个职场 那你在校园中呢 有没有做这样一个 一些步入职场 这些准备 比如参加活动 去训练你各方面的一个能力 那第三个也是会看你的 在学校一些具体的学习的经历 比如说 有些同学说 我非常优秀 我在社会实践 兼顾情况下 我拿到很多 很多次奖学金 很多次这种 学习方面的一些认可 所以说从硬性角度上来讲 首先这三个方面 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那从棋子在面试过程中 比如说你当简历 我觉得HR 我觉得还OK 那真正跟你去沟通的话 会发现 就更注重的是 你的这种软实力 而不是说你这些硬件 这种条件 这种水平 就首先 你给我的整体感觉是什么 首先考官就是 比如说 我考官跟你沟通 我不会说跟你沟通半个小时 我要看 可能只说你在前十分钟 没有表达出 你真正想表达的 那可能你的潜质需要我慢慢去挖掘 但实际上面身 他面试这个面试官 他一天可能会面试很多的学生 他不会给你说 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 你去慢慢沉重自己 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 还是会有一定的这种第一印象 就先为主这种感觉在里面 那我大概觉得 我的感觉是 你是什么 你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什么样的性格 那其次呢 他也是每天在面试不同的学生 面试很多的学生 面试很多的人 他可能会对这些方面 有一定的这种 可能说你在你说 前三句话的时候 他大概可能就知道 你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 你是那种 比如说我们把人分成五种性格 比如说有些人是孔雀型的 那我比较 比较善于 比较喜欢去表现自己 去表达自我 那有些人可能是老虎型的 是那种态度比较 比较强硬 然后比较专制 那比如说我是 考拉型的 虽然我话不多 但我善于 我是那种 就像是一个 一个企业组织中 一个年和剂 那有些可能说 我是 嗯 猫头鹰性格的 那他可能是比较 专注于这种具体的这种 比如计算能力啊 这种数字 这种挑错能力等等 所以说他会有一个 对你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那就是也是在你 不同的跟 不停的跟你去沟通过程中 产生这样一个判断 那实际上说 嗯 在 嗯 比如说 嗯 你按你刚才说的是 你专业并不是这方面 你的可能社会实践经历 也并不是非常相符 那实际上 他也是从 通过看这些社会实践经验 你在这个社会实践过程中 你可能学到哪些方面的东西 然后看看他有没有 跟这个专业相匹配 相匹配的 比如说 比如浩子可能在大学中 可能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 那我可能在跟你沟通的过程中 或者你的实际经历过程中 虽然你并不是真的对口我们 但我会从中发觉说 你哎 你有这个方面的闪光点 我们将来可以 可以把它再去塑造成这样一个人 我就 我再给大家说三个 非常非常短的小故事吧 都是发生在我的身上的 对应三个词 第一个是态度 当时 我去面58还没面子 就比试的时候 是有五道 就有五道选答题 一共是五道题中 要选择两道题 当时我是把五道题全都打了 因为我自己很清楚 我想来 但是我的专业 我的很多东西都不占优势 所以我一定要让 58的HR 或者说去面试 去批阅我圈子的人 能看到 OK 第一个 这个人答题还是靠谱的 第二个 这个人 他的确 他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 然后第二个词语 应该是真诚吧 就是面试的时候 面58的时候 一面 当时是就 那个考官直接是对手 我的笔试卷子面 然后其中有一道题 一道选择题 非常难 但是我选对了 纯属梦队 我都不知道怎么选 然后考官就去问我 说那个 你是怎么选对这道题 他当时是想听我的逻辑思维能力 但是我直接告诉他的就是 如果不会就选C 然后就那个 就刚时考官笑了一下 就当时我心里边咯噔一下 但是后来我还是通过了 那个第一轮的面试 就是说 其实 虽然没有考察到我的逻辑能力吧 但是直接实话实说 其实这些对于考官的印象 会比你去临时编一些东西要好得多 然后第三个 不是在我面58的时候 是我在中面强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推广 就是就一道模拟面试题 让我们去推广一个幼儿 针对幼儿的药品 然后当时 其实在整轮面试的过程中 我和其他的九个竞争对手 真的没有任何的优势啊 只是我在面试过程中 发现其中一个面试官 她是一位30多岁的女性 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位母亲 然后正好推广的药品 是一款针对幼儿的药品 所以说我的一切推广的方案 都是以这个以母子为出发点 为突破口 所以说真的去 我觉得我在一定程度上去抓中的重点 并且去推销应该去打动人的嘛 的确去做到了这一点 所以应该那种面试的结果 还是不错的 确实观打动去如何赢得你这个招聘 如何让企业给你下发offer 那我觉得是有三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是说 你真正的你的能力 跟这个企业的用人模型是匹配的 那么你要做的这件事情 可能就是把自己的特点表达出来 跟这个企业的用人要求 去匹配上就好了 比如说她的那个招聘要求率 只一二三已经列出三点 那么你就说针对第一点 我的经验是什么 第二点我的经验是什么 这是第一层 那么第二层就是说 你可能之前并没有经验 但是你有热情 你想要去了解开始这个工作的话 那么你要做的就是 把你之前所有的经历提炼出来几点 让她看到你的态度 然后我举一个比较切身的例子 就是说我在没进入58之前 可能也参加过一个面试 是一个游戏公司的游戏策划 但是我的前提是什么呢 我从来没有玩过任何的游戏 网游单机游戏从来没有玩过 但是我那天就是突然觉得这个策划 因为产品跟策划嘛 其实也有相同之处的 我非常想要这个 那我就挖空心思 就是说我之前的经历 怎么能够跟游戏策划去匹配上呢 一般游戏策划肯定是要你有多年的玩家经验 你是一个高手 然后你有比如说了解各种武侠小说呀 这种经历特别丰富 但是我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在网上找了一个游戏策划 它将来的这个策划的流程是什么 它可能先要把一个游戏的一个流程图做出来 那么我就用流程图的方式做了一个简历 就是说它是一个流程 就是yes or no yes or no 一个交叉的这种逻辑 那么第一 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 证明我的逻辑思维能力是有的 我的思路是清晰的 那么最后我把我所有的经历 比如说我之前策划过校园的一些活动 那么我的这个策划组织能力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在校园里有一些编程大赛 那我们这个开发阶段的这个逻辑思维是没问题的 那么我又找了一些 比如说天下级武功之大成的这种张无忌 这种类似的这种人物角色 他们之前也是没有任何游戏 没有任何武功经验的 那么这种人往往才能得到武学的最高 走到武学的最高境界 就找了一些实际的例子 就是说所有的这种东西最后推出来一个结论 最终把这个流程图引到的一个节点是 我认胜任这个工作 那么就是说当你的能力跟你的这个职位要求 不是特别匹配的时候 你要做的就是用你之前的经历去说服这个考官 再最后一个层面就是说你的之前的经历其实跟这个工作也并不匹配 那么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也没有必要去这么努力的去去要它 就是说如果你经过努力之后这个面试失败了 那可能不要紧你再去找别的就好了 也许你真的就并不太胜任这个工作 只是你想而已 就是这三个阶段吧 然后另外再说一下简历这个问题 我们在工作第二年的时候也有内推的资格 然后有一些学弟学妹们 然后也说那学弟人可不可以帮我内推到58 然后说好吧简历发过来吧 发过来之后我就跟他们发飙了 就是我的学弟学妹也是学软件工程的 然后他拿给我的简历也是基本资料 然后在大学里获得什么研发的奖 然后获奖证书我的编程能力达到什么什么A3比赛 取得了国家金奖 然后我说你这是要应聘产品还是应聘技术 他说产品 我说你拿了一个统一一份的这个一样一模一样的这个简历 去找所有工作吗 这肯定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就像我说的第二个层面 有针对性的去准备你的简历 有针对性的去介绍你自己 这个是我之前的一些经验吧 嗯我在做几点补充吧 就是因为其实刚好我自己就是在招聘产品部 我是负责简历整个业务线的 所以就是求职者这条业务线 每天越简历无数 对然后因为也要研究竞品 像智联的五腰的所有的就拉钩的 我都会看他们的简历 然后我也会以自己就是亲身的就是一些需求吧 比如说有的时候为了去调研 我会帮HR去招一些销售 会招一些客服 然后我会发现就是啊 原来我真正看重的其实是这一点 所以说其实不要把自己就完全就是 你觉得这个简历做的好了 你就觉得OK了 嗯给大家就是透露一个小秘密 就是因为我经常也是做简历这一块 比较受副总关注吧 然后上次他就是我们两个就交流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老大我说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简历 我说你看简历都看哪啊 如果就给你一秒钟时间 你看哪块 他说社会实践 然后我说那校招那社招的呢 他说也看社会实践 他说一个人在社会上打拼很多年 他就算打拼很多年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很牛叉的经历 但是他很关注的一点就是 无论他是一个校招生还是一个社招生 他第一眼看的就是 他在校园的时候都做过什么 也就是说你们在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是拼你们自己主动性 和你自己就是你看你这个孩子 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有想法的人 那样一个阶段 就比如说你大学里 我不管你是什么专业 你组织够实在各种比赛 我觉得特别好 或者说你大学里 你可能是你自己有一个 不是一个学校名制展示的社团 哪怕是你自己组建的一个社团 我也觉得你非常有创业精神 所以在校园里 大家做的一切事情都不是白做 像我自己在大学我们我们老师是比较古板的 就是很总是就是抵触 让我们就是出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就必须得把门门学好 然后都讲进去那种 然后我就选择性的挑课 经常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然后也是到其他更好的一些大学 去见他们的一些会长 什么什么 然后去在校外联系活动 大学做大量这样的事情 然后做完之后 这些事情也不能白做 就一定要写入你的档案 在你做简历的时候一定 就像明安说的就是有选择性 就是我在做简历的时候 我当时其实因为应聘了三种职位 一个是市场策划 就是纯是我本专业 还有就是销售管理生 然后再有就是产品 产品刚开始其实我还 就是不知道产品设计师这个职位 我现在是产品设计师 就是纯是做用户那一块设计那一块 当时面的是产品运营 所以说我这三个岗位 我是做了三种完全不同的简历 这三种简历有一种就是 但是我的格式基本上都是 比如说我在做 我现在就是要应验的就是销售 我会说我会列出来几条 我跟别人的那种版式也不一样 上面最最上面是基本资料 下面全写的是能力和经验 比如说这个是沟通能力 然后写了几件事 就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事 得到什么结果 以数据去证明 然后然后我沟通能力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事 所以说这样列出来之后 他会发现这个人确实有功能力 而且很强 他会发现你说的话不是空话 所以在做产品的简历的时候 我做了一份 当时是我们是12年的毕业生 然后那个时候最火爆的一个产品 互联网产品就是微博 新浪微博是当年是最火爆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做了一份就产品运营的简历 做的就是微博的样式 但是跟他的本事完全不同 我只是说 因为我的一页简历根本就写不完 而且我想表达更多 那我就在中间写出了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社会实践 然后下面是校园实践 把这两个实践写出来之后 两边是我获得的奖励 或者是说 我做过什么样的一些职位 对 然后就写出来这种牌的版式 然后自己进行设计一下 因为我正好还学这一块的 所以做完之后 这份简历 当时还比较巧合 因为如果你们要看过 那个去年招聘的那个 校园VCR 我是VCR里的一个人 其实我当时说过 我是错过了那场面试的 但是我主动打电话给HR之后 他看了我的简历 因为我的简历 然后给了我一次机会 然后直接推荐到了 就是下一场 那个的副试里面 然后我到了副试里面 跟那个老师 跟那个就是 面试官聊完以后 当时因为他找不到我笔试券 然后 其实这个就到 实际的面试环节了 就他会跟我问什么呢 他就直接就是跟我聊很多 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产品 你在互联网之中 你认为什么样的 做得好做不好 跟我聊了很多 就是他就想看我的想法 他根本就没有问一些 互联网的知识 就是所以说当时 我一下子就放松了 原来他们面试时候 问的是这些东西 比如说你看 为什么大家都是用那个 新浪微博 不用网易微博 然后或者说你在那个 你知不知道京东 你是用京东多 你还是用那个 就是阿里多 就是为什么 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就给他们 说了很多点 然后他会从中 发现你的逻辑思维 发现你探寻的点 就是你抓的点 是不是重点 你有没有一个产品 的一个潜质 它是从跟你的聊天之中 发现你的潜质 而不是说 我问你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你必须像交个数 一样给我答出来 不是那个样子 所以最后 他也是结合了 我的一个简历 因为简历就是跟别人 写的完全不一样 而且是很针对性的 当时还打上了 58的logo 他又直接推荐了 给就是下一场面试的 一个人 所以说我简历 就是一层一层 是被推荐上来的 而我也没有那推 所以说大家在准备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 就是多花一些心思 就是机会 只留给准备的人嘛 就是每个人多想一想 你多走一步 就是你可能 多花几块彩印的钱 就是你达到效果 就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对 如果说你的笔试 就是往生过的话 你有没有条件来面试 如果这个达成的话 我就可以往下来达 因为我自己 其实就是这样 这么说吧 在网上的过程中 大多的网络都是属于 因为它是一个 非常现实一个事情 也是现在 无法逾越的一个事情 就大家都是格式化 对 都是网络自己的一个格式 没有说个性的 个性那种像那个 乔布网那种的 都非常非常少 而且对于HR来说 它也不愿意下在你的附件 因为它可能面临 比如说服务器压力 可能下载比较慢 它没有那个时间 它也去打开 它得去导出 它可能还会面临着病毒 这些都是一些因素 所以说在简历这一块 大家都是直接看网络简历 就他们在筛选的过程中 可能第一环 很多确实是筛的是学历 其实你们可能 大多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就是应该大部分 应该学历都是OK的 那当时我们可能会面临这种事情 因为首先我们都是本科生 然后有一些不是名校毕业 所以说在学历这一关 可能非211985 有可能就直接给淘汰 它可能没有往下看 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筛选的一些筛选 对 它没有看到你非常非常亮点的东西 但现在可能好一些了 大部分像我们网站也在这么做 做一些个性化的搜索 比如说我在搜 某一个就是亮点的词吧 它可能会搜出来 全文搜索到你的简历 不管你是不是 就是 不管你是不是学历过呀 或者是经验过这样的 但如果说一旦你 网站没有经过的话 我想说这个事情很正常 这个事情很正常 但也要看一下你们自己的意愿 有多么的坚定 就如果说你对这家公司 你足够看好 你足够执着的话 你是非常容易打听到 他什么时候面试和鄙视的 所以说去鄙视这一环 在我来讲就是 网站根本就不是事 真的 我向大家说明 就是你自己做的一个简历 才是真正的一个窍门砖 网站这个事情 很多懒人都把所有的希望 记住在往生 如果说没有人 给我打电话 那可能就是没有机会了 其实这种人 我们比如说 有一百个人去面试 最终面试是两个人 八十个人都是这么淘汰的 他们就觉得 就是一个定向的思维 就觉得这样 所以说如果说你往生 没有过的话 没关系 去打听 积极一点 如果说你真的想去这家公司 那你就问问别人 这个什么时候比试 然后这家公司 然后什么时间 然后你拿着简历去了 跟他说一下 基本都会让你们去比试 都会让你们去面试 所以在过程之中 他也会从另一个侧面看到 你这个人非常的稀稀 特别主动 而且对你的目标 是很坚持的 这样的话 是给你绝对是加分的 等你到比试之后 没有人会关心 你往生有没有过 所以说是这么一个流程 等你到比试之后 所有的真是凭自己的能力了 那个时候 你就应该不用担心了 在做简历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不是不要过于的去 就是因为可能很多学生会这样 因为我以前也这样过 会吹嘘到自己的简历 就是你可能是你觉得 你在什么什么样的机构里 做过什么副秘书长 或者是什么协会会长 这样的职位 你可以写出来你的title 但不要在经历里面 过于的去夸虚 去炫耀自己的这些历程 你要去用切合的 就是非常短的 非常短的那个字数里面 去呈现出来 尽可能多的数据和结果 因为公司最喜欢这样的人 就是结果思维 所以说你在写简历的时候 没有必要说写很多页 其实最好是一页简历 因为我们几个当时简历 真的都是一页 因为很多的经历 其实对于你这个岗位来说 没有太大的帮助 这样的话 我们是可以舍弃的 也就是像浩子说的 要有极致的简单 这也是能看出来 你这个有舍有得的一个小孩 然后你在做简历的时候 就是应该有的 你可以写上 就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小细节 就比如说左上角要写上 你自己的 一定要写清楚 一个你自己的就是求知意向 如果写多个求知意向 有可能会认为 你有一点摇摆不定 你宁可多做几份简历 也不要把所有的意向写在一起 然后在写经历的时候 也最好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 然后尽量有一些标重点的地方 但是整个简历的版式 不要花哨 要不然的话 整体看起来会觉得很乱 对这个是对版式一个细节的要求 因为有HRC看准备的时候 它几乎是10秒钟或15秒 看能不能定位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所以你要协助它去帮它去定位 大公司跟小公司这个问题 其实是求知永恒的这种这种问题 然后我想先调研一下 大家就十个月同学 你现在想去大公司的举手 就现在的 就是一种是BAT这种 一种是58这种 就是还在奔跑中的公司 就是这样 这样两个 就不用分那么细 不要分各种情况 就现在就回答这个问题 想去大公司举手 只有一位是吧 只有一位没举是吗 就你自己 大家想去大公司就是说 可能那边会有更健全的制度 更大规模的这种项目 可能是有更高的这种光环 跟荣誉在这里面 那么想实际问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毕业的时候 你会什么 可能就作为我个人而言 我就讲的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其实并没有 什么都不了解 我也并不是说 就比如说那位同学问的 我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 我没有这样的信心 那只能说我现在想做这个工作 那么我就要选一个地方 既能够给我这种成长的 成长的这种时间 也愿意有这个空余的位置 给我去让我这个机会去做 那么58对我而言就是 他寄给我 比如说前期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培训 有各种各样的拓展的活动 有让我成长的空间 并且也留有了这个位置给我 我在比如说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毕业半年之后 就工作半年之后就参加了项目 就负责小模块 到最后大模块 到最后的上线 也就是说我自己对我这样的成长经历是非常的 我觉得这种进度是OK的 我也可以再积极一点 也可以比如说今年还会有更大的项目在等着我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辛苦的问题 可能辛苦不是公司要求你的 也不是项目要求你的 而是说你自己要求你自己的 在大公司你也一样可以自己学习 自己钻研去掌握更多 那么你也可以加班到很晚 小公司也有人在投篮 也有人按时或者就是没到时间就下班 这种现象都是有的 我觉得这种辛苦一定是看自己的 那么这种辛苦 比如说我们加班了很久之后 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一次拓展活动 我们马上要去草原了 然后所以这种松弛有度的 是可以自己调解的 这是我对自己的总结 也就是说给了我的时间 给了我时间也给了我机会 所以我愿意在这继续再做下去 然后这个问题我本人特别喜欢 因为我在求职的时候也是面临这种问题 尤其是当时我们老师 因为我是学广告学的 我们老师是做房地产 他是一个房地产的一个大佬 然后但是他的公司不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然后他当时又劝我们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一个创业型公司 然后就是能更好的去磨练自己的能力 然后他就建议我们去他的公司 那个时候我在想到底是大公司好 还是小公司好 现在我就是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 这个在校招的时候 也是我听到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比喻 就大公司它就好像是一架大的飞机 一架很豪华的飞机 它在几万英尺的高空飞翔着 然后非常的稳健 然后它可能它的室内环境也是非常的好的 然后你在大飞机上 你所有的引用啊什么的条件都是非常好的 这是大公司 但是它很难有更高的一种飞翔 它很难有更好的一步 就是超就是同飞 然后小的公司呢 就好像是一个刚刚起飞的一个小的飞机 但这个小飞机 它可能它连的方向和航向还没有找准 它可能起跑它没有飞到多高呢 它就已经降落了 它跌落了 这可能是小公司会面临那种风险 就它可能你会体会到不断腾飞那种快感 你会在这个期间你不断磨练自己的能力 但是有同时所在的风险就是你可能会面临着方向失误 或者是可能会云落 但是我认为58属于这样一种公司 也很多公司属于这种 就是属于发展中的 是属于一个中型的一个快速快速的一个飞机 它这个飞机它现在不是说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了 但是最起码它的方向是准的 它的航行 它都知道它了如指掌 然后它知道它旁边的竞争对手是谁 它知道它该往哪个方向冲 以一个什么样的速度能够达到最快 所有的内部的调和也是比较科学的 所以说大公司和小公司 它都有自己的好和不好 这个选择完全看个人 我就不往后引导大家了 然后再说辛苦这个问题 我一直认为就是 其实我跟明言大家可以看是一个 是两个 是两个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起来算不算弱小啊 因为今天我们表现的还不是很女汉子 其实生活之中我们两个也是这样的弱小 好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 就是其实我们两个每天都是公司里下班最晚的一族 就是从来都是 因为明言知道每次我们两个就站起来回家 就我们两个 经常是我们就互相望着笑一下 耗子也最晚 我们部门是最晚的 然后明言的部门属明言是最晚的 然后大家为什么要到这么晚 并不是说大家效率不高 其实大家效率都差不多的 甚至说像耗子可能比别的人效率更高 但是所承担的事情 首先非常多 而且每一件事情 不仅要达到100分 有时候我们是想达到120分的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做产品体验 什么是体验 体验就是不断地给你的用户以惊喜 老大就是我们的用户 在给我们老大做服务的时候 就老大给了我们需求 或者说用户市场给了我们需求 他其实期望我们达到80分就可以了 他们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对于所有产品界都是一样 但是我们一定要抱着给大家120分的心理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你必然会经历别人没有经历过的苦难 这个是一个定理的 不可能说你又轻松 你又光鲜亮丽 你又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好这个得失比 但是同时也不是说我们只有工作没有生活 我们生活是非常丰富的 比如说耗子他每天他那么辛苦 他那么忙 他晚上回去还会健身 所以他就是个muscle man 在我们公司里 我总说耗子 我说你是有男神前置的 对 然后像明言也经常会去做时光街 去做运动等等的 像我和我们部门 我特别好的一个女生朋友 我们俩一起买了琴 然后我们也是打算业余可能会去学业画画什么的 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时间去安排好 这也是考验你的自己的时间管理 所以没有说像洪旭 他每天他特别的辛苦 特别的忙 基本都是在楼上在不停跑 不停的联系媒体 不停的联系大家 但是你们看他什么时候没有说 以漂亮的一面去展示给大家 对吧 因为很多女生都跟我说 你怎么那么有时间 你早上你不睡觉吗 你为什么要化妆 然后我说我只是化淡妆 我觉得这样我精神面白会很好 所以一个小的细节 就是很多时候 这个时间总有人觉得我挤不出来 像女生总说可能我没有时间去护肤 我晚上我也不会去做运动去减肥 但实际上 你都可以挤出来时间去做 你只要你的心态是好的 像每天晚上我们也都会做这些事情 对吧 所以说没有说那种 我得到了A 我就没有B了 其实在工作生活中 我们是都可以 鱼和熊掌都可以兼得的 实际上这个问题比较巧 就是12年2月1号的时候 刚大四的时候 面试五八的时候 杨静波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就老姚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今天呢 祥宗又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想两年过去了 我觉得可能现在跟以前 大家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呢 我想说的就是 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两个聊天 一个人问 哎 你在哪 最近在哪高就 两个人说 哎 我在五百强工作 然后说你在哪个五百强 我在加勒服 你在加勒服做什么呢 我做一名收入员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就是说 大公司 小公司 实际 这些并不是我们应该关注重点 重点 而是说 这个公司应该给到你的是什么 比如说 我给你五百强 你在加勒服 你做一名收入员 还是说你愿意做一个 并不是那么大的公司 但你在这公司 可能会做一个 类似于经理这样一个职位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说 首先你不要关注这公司 它再大再小 至少在现在来说 它不是你的 而说这公司 我能给到你什么 这我想表达第一点 也就是说 是一个螺丝钉 还是都还是愿意做 发动机的一个观点 这是我这边一个 真实的一个想法 也是我来五八的一个 最大一个原因 第二就是说 嗯 大公司可能 机制比较健全 各方面可能发展比较迅速 那可能他在很多领域都 领域都已经开辟的很完全 那你可能在这个领域中 更多的是一种偏执行 或者说偏按照正轨去工作 那你在五八 五八可能要做 开辟一些新的项目 五八可能需要你去创造一些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可能 可能BAT 就是百度 腾讯也好 阿力也好 他们可能已经有了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中 中型的一样公司 可能说更多的是创造 就是给你机会 让你去创造一件 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创造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产品 去干一件以前五八 史上都没有这样 没有做过的这样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呢 在中型的公司可能是 给你更多的创造 跟开辟的这种机会 第三个就是说 我想表达的是 也要看你自己的梦在哪 比如我的梦就在 我就想去 我的最大的梦想就是 我不管去百度干什么 我就要去百度 可能我的亲戚朋友问我 当我问到你是什么公司的 我会很骄傲的告诉他 我是微软的 我是百度的 我很牛 就是你的梦在哪 还是说我愿意在五八 可能听起来 也许听起来 没有那些公司那么实力 那么强大 但是说一不好听的 在不是说不好听 这也可以吓掉 就是坦白的来说 就是互联网发展的这么快 就是谁能保证说 五年之后三年之后 五八就一定比百度差 一定就比腾讯差 一定就比其他公司差呢 你怎么知道 这公司一定会发展的 他现在好 就代表他将来一定会更好吗 或者现在这个公司发展的很 就是可能不如他们 但你就 你就怎么感受 说三年后 这公司就不一定超越他们呢 然后第四点就是说 还有那句话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是 比较open这样一个环境 就没有人会要求你说 我一辈子 我选择了 我就一辈子都要在这里 我觉得应该大家也没有这样的 说我毕业之后 我可能选择百度 我没要求你说 说我五十年 像以前那样 比如国企 国企那种职员说 我十年也好 三十年也好 我都在百度 我都在那样一个公司 没有人这样要求你 所以我选择都是你的 路也都是你的 就看你想要的是什么 因为你的专业可能不是很对口 然后你可能对产品也比较感兴趣 想了解一下 具体产品人员是做什么的 对吧 这可能大家也都非常想知道 因为其实我在就是求职的时候 当时想做产品 我也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然后我就是在网上也找了很多资料 包括问了身边同学 其实真的跟我实质进来以后 看到的还是不一样 其实做产品 我们说白了 就是一群在照顾用户体验的人 在不断的为用户服务的人 因为互联网公司 它也不像政府部门 就是说 比如说我可以靠一些关系 我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意 我可以跟谁谁去合作 对吧 但是我们互联网公司 纯粹真的是 你要是好用 你能给用户带来价值 才真的有人来买单 而用户的流量 用户对我们的照顾 才真正能让我们企业 不断的发展 让我们赚钱 非常非常的实际 所以说很多人 就是说了一句 比较糙的话 就是说产品一天特别苦 苦什么 你们都知道 然后互联网公司 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当 当什么 你们也知道 所以说就是 当孙子啊 就是所以说 这样可以掐了别拨 但是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我们就是在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为用户服务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真正知道用户他需要什么 首先很多用户 他可能比如说我们服务的对象 比如说是中低端 但本身我们 可能我们不知道他们真的需要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跟他们切身体验过 没有经历过他们的生活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苦难 所以刚开始很多时候 像比如说我跟浩子在做的就是 中低端 就是基础岗位 蓝领方便的招聘 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蓝领 那我们怎么样深入进去 就知道他们真的要做什么 所以刚开始在做产品的时候 我们可能基础的学习就不用多说了 但在做的过程中 我们也会做大量的去调研 这个调研包括就是 比如说我可以问前辈 我可以去 最重要的还是说 深入到基层 然后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出去调研 或者说我们回家之后 我们在火车上 哪怕说旁边有一些农民工大师 我们可能都会去跟他们聊 然后就是在各个网站 我们会直接打电话给用户 问他最近是不是有投过简历 效果怎么样 我们会做很多样调研 然后在工作中 我们自己内部 内部也有很多的产品分享 就是内部的分享 就是主要集中在 就是比如说我们遇到的问题 或者是说 最近我们可能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觉得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们觉得很好 但是却没有人来买单 所以这个内部分享 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很多人觉得就是 在工作中真的有那种 很真诚的分享吗 其实真的有的 尤其是在互联网公司 因为分享就是我们互联网 最核心的精神 然后之后我们可能 其实我们几个 接触项目都非常早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我们就已经开始负责 比较核心的项目了 在负责项目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真正去学 怎么样去做产品 就整个产品的流程 这个过程 就是在作为过程里 我们不断地去试错 但是老大不会说 因为你是新人 就不会让你们去做 就是他给了我们 很多大量的机会 这样的话 就是从你最开始 对用户 首先要去有一个 基本的了解 并且对整个工作中 你要通过去做项目 然后去熟食这个流程 然后到最后 你做出来的结果 你也一定要有数据去验证 因为你在做的时候 你必须知道 我这个结果 你想达到一个 怎样的预期 然后最后 你是否真的达到了 如果没有达到 问题又出在哪 你怎样去校验 这个都是一个 整套的一个产品 的一个过程吧 但到最后 永远没有完美的产品 所以说我们还会 回顾过来 看这其中 有多少 在转化的时候 多少人去流失了 那这位流失的人 他为什么走 我怎么样 再把他们拉回来 所以说就是 我刚才说 还是比较具象的 一些产品的流程 就希望那个 更深层的 就更精神化层面的 耗子鞋上来 给你们解释 实际上你刚才提出来的 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产品的工作内容 第二个是产品的认知要求 那么对于内容来讲 可能我在你们当时的 这个环境 就是在求职的时候 可能我更希望的是 一些具体的答案 比如说你每天 上午在干什么 下午在干什么 一周之内 你要完成什么 一个月你要完成什么 所以我现在 就说一些比较具体的 比如说最开始的产品 可能就是 你要进行一些调研 因为产品说的一个核心目标 就是要满足用户的需求 然后更好的实现用户的需求 那这个需求 你刚刚一个毕业的大学生 本科生 研究生 并不了解这个行业 比如说我在坐二手车 那你让一个校招生 去坐二手车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空泛 而且不切实际 你首先就是要了解这个市场 了解这个行业 那么你就要做一些调研 就比如说我最开始 在工作的时候 前两个月是要跑所有的二手车市场的 每天去跟真正的跟车商 去面对面的交流 看看他们现在 每天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他们的工作形式是什么样的 他们现在在卖车的过程中 有哪些痛点 然后找到这些点之后 那么这些点是我以后将来的工作内容 那么你发现这些点之后 你怎么样去把它表现出来 你把它提炼成一个 用数据画 用表格 用文档 用圆形图 用你想能想到的各种各样的方式 把你这个想法 以可视化的一个形式展示出来 那么做成一个小demo 小样品 然后你这些 这就是需求的这个撰写的过程 那你撰写出来之后 你可能会跟你的老大进行沟通 跟技术部门去沟通 看这个想法的可视线性 怎么样 然后如果评审都通过的话 那你要跟下游的开发人员去沟通 这个我的每一步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这样把这个需求送入到开发阶段 那在这开发阶段中 一个产品在后来一些 可能到半年之后 你要进行一些协调啊 推进的一些活动 就是说产品是这个 整个项目的一个推动者 你要操心的很多 从最开始的诞生到上线 到推动 然后到最后这个项目成功的上线了 你要关注这个项目的反馈 就是说用户究竟喜不喜欢它 点击量如何 访问量如何 它的能带来的用户的体验提升了多少 这些都是你要操心的 并且根据这些数据去分析 你将来还有哪些东西可以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产品完整的闭环吧 这是一些具体的工作内容 那么对于这个值得的认知要求的话 可能先从这个最开始的说起 就是说对于专业有没有要求 其实我们浩子是学制药的 然后我是学软件工程的 然后刁瑶是学广告的 我们还有学情报学的 学化学的 学心理学的 和工程的 各种都有 其实说你最开始什么专业并不重要 然后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 浩子刚才最开始介绍的那些热情 你对发现用户需求 并且去推动他实现他这件事情有热情 那么中间的比如说需求怎么调研怎么做 然后这个圆形怎么画 我是不是需要会PS 我会不会需要就是有手绘能力 我是不是需要自己会开发 这些东西都可以后天去学的 这些都不要紧 并且这个公司对于校招生来说 要求是很高 但是也会给你逐渐适应的过程 这些技能 这些工具性的技能都可以在后天慢慢学 所以说最主要的认知要求还是热情 其实我刚来58的时候 我没有像名言或者说像教这种优势 所以说我当时我一直很忐忑 说我来58我要做产品 但是我什么都不会 我C一言很差 然后像什么Java和JS完全不懂 还有像那种 比如说我们认为可能产品会非常重要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像PS 比如说像Flash 当时我认为非常重要 但是那些东西其实我也都玩得不好 然后真正来58之后 发现一件事情 就这些东西通通不重要 会肯定是最好 但是如果要是不会的话 首先也能够干下去 而且也能够在工作当中慢慢的学 而且其实在工作中学东西 大家会感觉要比真的在学校学东西要快得多 因为第一个你有压力 你也有动力 然后现在想起来做产品 什么东西可能在最重要 而且大家在学校里头也能够学到 其实刚才说了 一个是如果你要做商业产品的话 其实像经济学相关的东西反而更重要 比如说其实做用户产品也一样 比如说你去评价一个产品 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不是你去怎么评价 你不是去评价它的绝对成本 而是去评价它的机会成本 而这些其实就是大家在大学中应该去学的非常深入 而且理解的也非常深入的东西 再比如说大家 我们一直在说用户 用户需求说白了就是人的需求 所以说说白了就是需要了解一下 整个社会要什么 然后一个人的心理要什么 对应的社会学和心理学两门学科 这些其实偏向于人文的学科 可能在做产品的过程中会最重要 然后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 做产品到底 就是我们到底是那个怎么着去招聘是吧 其实58有一个非常经典的 就是招聘的就是那招聘启示 说做一个产品一定要有一个自虐精神 就是吃不下饭或者吃不下饭或者不想吃饭 睡不着觉或者不想睡觉 就当你在想一个产品 你想不通的时候就应该有点这个感觉 其实说白了就是思考 产品的最主要的工作其实不在八小时的工作时间之内 在这个时间之内可能大家更多的做的是一些产品方面的推进的工作 怎么着去和研发协调 去和测试协调 怎么着去分析数据 而在八小时之外大家可能需要思考的是一些更大的东西 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产品 我做产品的高度究竟是什么 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至少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看到58一个网页 我只是觉得这个按钮的功能不太好 这个按钮不太好看 或者说这个页面的体验不太好 OK我想改这个页面 我想改这个按钮 然后后来的话就会去想 我是在招聘产品部 就是那些所谓的屌丝用户就是来领招聘 他们究竟在想什么东西 他们究竟要什么东西 而这些东西其实我们看页面 或在我们在八小时的工作范围的过程中是很难知道的 只有在我们八小时之外去不断的思索 OK 首先推荐给你一个工具叫做思维导图 不知道你用没用过 这个思维导图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可以协助你去拓展思维的一个东西 那么你任何能力你想把它提升肯定都是有原因的 就举例好了 我最开始做的工作可能是界面的优化 比如说这个标题一个列表页 这个标题的长度是15个字还是18个字 这个logo应该这个icon是应该在左边还是在右边 在上边还是下边 这个就是一个很点的东西 很具体的东西 但是当我提出来的一个方案 一个改进方案被老大否了的时候 我就会思考为什么不行呢 这样我在这个页面看 它的确就是比原来美观 比原来更让用户容易看 但是他就会提出你这个页面是这样了 那么你到进入详情页的时候 在进入下一个环节的时候 跟他的这个展现形式是交叉的 那么这个就是一条线的这种思维 就是当你发现你原来的这个设计思路 行不通或者是可以有更好的提升方间的空间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是你从点到线的过程 这个可能就是最开始的这个环节 但是你再往下走的时候 比如说你这个 这个图标放在这 这个图标应该放嘛 没有它行不行 没有它页面会更简洁 但是缺了它这个页面可能承载的 用户在这里需要找的特点就消失了 那么这个就是从一条线到一个面的问题 这个涉及到比如说用户层面跟客户层面 就是说两个人 商家可能想展示更多的信息 但是用户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么多的信息 这个时候就是在你不断的钻研的情况下 你的思维这个就会自然的展开 大概是这样的 这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产品跟研发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是产品跟测试之间的关系 那么对于研发来讲 在产品在整个开发这个过程中 在发案评审的时候 就会提出对效果的最终要求 也就是说不管RD用哪个手段方式去实现 效果达成了 对于产品来说是一样的 但是其中差别可能是 对于第一种效果好 第二种效果不好 但是开发时间短 第一种是开发时间长 那么产品就要评估 你这个产品硬性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招聘季 或者是找房记 这种季节性的宣传活动的话 那么我们一定要在这时间节点上 那实现不了 我们只能推而求其次 这个就是说要平衡各方面的因素吧 就是说成本跟效果的关系 效果是产品要最终决定的 那么包括这个成本的问题 是说一个人开发时间太长 可不可以加人 可不可以协调别的资源 这些都是产品可以去协调的东西 也就是说效果是由产品最终去决定的 那么对于测试来讲 就是每个公司它可能上线的环节是不一样的 那对于58来讲 产品是全程参与测试的 就是说最后最开始RD提测了之后 这个测试可能这个这个环节 现在不走不先走测试 产品要先进行出验 就大概的这个效果 这个板块这个功能 有没有满足我的要求 满足了之后 测试才会进行细致的各种测试 写一些跑case各种案例 各种去去进行测试 那么最后测试在上线前 呃要模拟进行线上环节的一些 就是各种环节吧 可能大家还没经历到 就是说的详细一些也可能不太好 就是说在上线前产品要进行出验 出验之后要更测 更测之后在上线前产品要最终决定 这个效果可不可以满意 包括在开发过程中 其实有很多实际的问题 比如说某些小问题在实现 最后的实际环节就是没有达成 那么产品要去评价评估 这个是不是可以忽略 可不可以放到二期进行优化 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是要上线 如果不可以 那么我们要比如说回滚啊 比如说延期上线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这个功能的最终的决定 还是要在产品去严格把控的 其实是这样 我主要是做补充 然后跟阿滴的关系 如果跟阿滴发生矛盾 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 可能跟阿滴发生矛盾 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可能就是观点不同 这个观点就是阿滴 他不认可你的产品诉求 他觉得你这什么 你这个产品做的太垃圾了 你这用户能要吗 为什么用户会要啊 就对于这种这种质疑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你是一个 比如说比较初级的产品经理 人家信不过你 也有可能是因为 可能你之前做了很多 就是不是特别赞的产品 他们可能对你也不是有很大信心 但对于这种情况下 首先你一定要明确 你是真正为这个产品负责的人 那你要达到这个效果 你一定是有你非常绝对的理由的 如果这个理由 当他人质疑你的时候 你你你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的话 那可能你真的是需要去改了 就可能真的需要去调整这个目标 其实很多时候技术 他也是有一些产品思维的 所以他会以用户的角度 更多的会去警醒你和敲打你 这个时候我觉得不要完全去跟技术去对立 而要很清楚 他这个说到底有没有道理 每次一定要把技术的话听进心里去 然后让他觉得他参与到我这个整个产品的过程中了 而不是一个局外人不是一个工匠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马农 这样的话他会跟你配合更默契一些 所以他解决这个矛盾点的时候 也是一定要自己把自己说服 自己觉得我就只要这么做 这么做对用户是绝对好的 而且我相信这个不会花太大成本 那你就去说服技术 他最终也一定会理解 然后第二一点就可能是在工期上 就比如说刚才明言说就是我们招聘季 招聘季是今年年初也是我们招聘部门整个最大的一次 一次一次的活动 大家也都知道效果是什么样子 我就不用赘述了 然后这一次招聘季其实前后 阿滴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史无前例的一个快速 集结了所有招聘的阿滴 有十几位阿滴和五位测试 包括所有的产品人员 但最核心的产品人员是今年没有在这 当时我在其中也负责了一块 那在做这个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根本完不成的任务 而且我们是跨年 跨年的一个项目具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你来了之后 你再过年再回来真的是全都忘了 而且阿滴很可怜 阿滴代码那么多 你说你让他们马上就回到状态里 然后说几天就必须出成果 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苛刻的 因为很容易出错 那在这种情况下 阿滴也会向你提出说 我们可能完不成 我们无法在预定的时间内去做成 但是作为我们产品一调衡量 我们不仅仅是说 这个产品早一天晚一天 这个时间上事 而更多是如果我们错失了这次机会 很有可能我们就直接被竞争对手吃死了 因为这次招聘季 感激也在做 感激其实这个是我们先策划的 但是感激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可能也有一些就是竞争对手之间的风生存在吧 所以说他们先把宣传打出来了 他们是没有产品的 宣传打出来之后 他们是后座 然后他们预定的时间是情人节上线 他比我跟我们是其实差不多的听数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所有人都加强警戒 几乎是没有双修的 完全没有双修 每天都到晚上很晚的时间 阿滴都是 就说抱天的在公司里去研发 因为我们是跟阿滴去讲 就这个事情意味着什么 它有多大的重要的意义 是跟他自己也切身相关的 所以说把这个整体的积极性 一定要调动起来 也让他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家全部一致认可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冲着一个方向去做 所以当时我们是提前了两天上线 我们不仅在预期上线 而且提前了两天上线 这样的话就把握住了市场的这个机会 对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事情 是跟阿滴进一步去沟通 因为有一句话 其实我们产品经常去用 但是非常的好用 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他自己的闪光点 也许只是你没有被发现而已 比如说有些人他善于演讲 有些人他可能不是非常善于这种公众的演讲 那有些人可能做数据做的好 有些人做数据做的可能相对薄弱一些 那可能说实际上就是他肯定有 一定有他优秀的地方和优秀的点 其实你没有去挖掘 所以首先呢 所以说我想表达就是说 带着你的那种心上眼光去 去接受这些东西 那其次第二我想说就是 我们是一个team 是一个团队 是一起去朝着一个目标去 一个方向去努力的 所以说首先要带着这个 你要有一种很 怎么说呢 就是我不要站在我的角度看 而我喜欢他 我就跟他配合 我不喜欢他 就不要跟他配合 而是说我们是要 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人 我们要一起去完成一个事情 我们不要有一致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在 对一些具体的 你的我的这种恩怨也好 我觉得可能就会 稍微放下一点 第三就是说 工作就是工作 生活就是生活 我生活里不管跟你多好 我们都公私分明的 包括就是 包括可能我是做HR 可能这一方面 有更大的一个感触 就是说可能我跟你私交特别好 那是不是你问我一些 有可能会触及公司底线 或者说有可能 我能在我的职务之辩 去帮助你的事情 我可不可以帮你 我的答案就是不可以 就一定就这样 就是工作就是工作 生活就是生活 然后那些所有的恩怨 在工作上一笔勾销 就是那些是 我们不要去care的东西 首先在58 甚至于在很多很多的互联网公司 产品经历 是在一定程度上 兼任项目经历的 所以说我们还有 就大家如果要真的 应聘产品经历的话 大家需要对一个team 或者一个项目负责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当一个项目中有很多人 他们不能够完成你给他预设的目标 或者说他们跟这个team是有一定冲突的时候 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的责任 然后其实就刚才胡迪都已经说了 就每个其实每一个team中 他都会有需要各种各样的人 比如说他们需要一个tiger一样的 就是说一个领导者 他们需要孔雀一样的人去作为联合剂 他们也需要有考大一样的人 去踏踏实实的做事等等等等 每一个人他都肯定有自己最适合的位置 而且每一个人都肯定会有 刚才胡迪说的 没有被挖掘出来的能力 所以作为一个项目经理 应该是能够看到 每个人最他所应有的位置在哪里 他能够被挖掘的能力在哪里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 去给予他们压力或者激励 在这种让他们能够去做 现在他们的能力可能是八分 给他们一个九分的工作 让他们能够去挑战 但也不会去挑战的稀里哗啦 所以可能在一个team里边 一个是协调 另外一个是给大家激励 这些非常重要的 让大家有统一的目标 统一的理想 这个问题可以概会一句话 就是对事不对人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可能一句话是你的同事跟你说的 跟你的朋友跟你说的 那对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事你就天然的把它设定成一种敌对的 有利益冲突的这种关系 但是朋友你就很坦然的就觉得 他就是可以跟我交心的 他绝对不会害我 就会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心理设定 但在工作场合里千万不要这样 然后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 就是在我们有一次封闭开发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RD就特别的暴躁 就是每天就处于那种焦躁的状态 然后你说什么都直接会 用最直接的方式去回击 就是这种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都很莫名其妙 我觉得这个人太难沟通了 太难接触了 但是后来我们才发现 我们因为项目要求 所以必须要加班加点 必须要连续工作 但是他的老婆在生产 他的儿子的降生 他都没有能够 他为了这个项目付出的东西 可能是你不知道的 他没有去亲身经历 他人生中比较重要的那个时刻 那么如果这个是你的朋友的话 你可能你还会跟他一起去 去深谈这个项目组 他没有人性啦 什么之类的 就是每个人的立场是不同的 在你不了解这个人的前提下 不要给他做心理设定 就是对事不对人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 跟刚才胡迪讲的是一样的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跟性格的缺点 那么简单一点来说就是 这个小鸡这个动物 它可以生蛋 它也可以扁扁 那么为了你记得 就是健康 你可以吃它的鸡蛋 你可以跟它愉快地相处 但是你可以忽略它的扁扁 对吧 就是把你的目光 集中在这个人的闪光点上 道理我就不说了 我可以给大家举起个例子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在你工作之中 其实遇到最多的 应该是属于一个是性格不好的 就跟你性格就是完全相反的 经常跟你吵架的 容易跟你吵起来的 还有一种就是能力不行的 让你觉得是一种猪一样的队友 对吧 这两种人经常会把我们搞疯 也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我今天就告诉大家 你可以怎么办 对于那种就是 你认为能力不是很行的人 就是你要去想 他现在所在这个项目 因为你是项目经理的责任嘛 然后你要知道 他现在是否能附和他现在的工作 这个工作你一定要给他设定清楚 就是每个人的权责 然后他的强度是多少 有没有说我们难为他 如果是正常的话 他还完成不好的话 一定要找他的leader 或者是说你找其他人去替代他 这时候一定要理性 不要想什么个人关系 可能私下有没有关系很好 但是我会告诉他 这个项目进度可能就是有一点问题 所以说可能谁比你更适合 所以你可以去支持另一个项目 那个项目也很重要 对吧 可以去替换一下 让他做一个相对来说轻巧一点的 但是这种人 大家放心不会说 很长时间的去让你苦恼 因为如果能力真的不强 整个团队的考核 考核其实是非常严格的 就是首先业务线 他自己这个业务线 还有就是HR那边 两边都会有这种绩效的这种考核 如果实在不行 他可能会被转部门 他可能会被下调 都有可能 这是对于能力不行的队友 所以说大家不要对他 就是有一种 你不要去因为他的能力不强 而自己去干交集 你要去想办法 产品建立就是去解决问题的 对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说 如果性格不行的话 比较暴躁的 这个明眼已经解释的很好了 然后我主要是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在工作之中 有一个阿滴 我们经常合作 然后浩子也知道 我们前一段时间还吵了一下 但实际上我跟他关系特别的好 然后他给我做项目 我们自己 我们一起封闭了两个月 然后我们整个项目也是非常的成功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版 但是他那个人就说话特别难听 就经常让你觉得 那个产品实在是太烂了 就经常让你有这种感觉 但是反过来我就想 你看这个人 他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多少 他整个技术协调能力 包括他自己的认真负责 每一天都是最后一个走 还有就是他经常给我提 很多很多意见和问题 所以说他的好的一面 远远肯定是大于不好的一面 这时候你只要记住这个 你要不断地去想他的优点 这个就是一个小项目 就不断地去想他的优点 每一次想的时候 你可能就笑出来了 你就觉得 哎呀 凶点凶点 我能怎么样啊 那总比那些不干活强吧 对啊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团队是完美的 我们不可能身在一个像天堂一样 像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不可能 尤其在职场中 其实我们都很幸运了已经 所以在看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都是有很很多解决办法的 我们没有必要去用自己的情绪 去主宰自己的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